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诵经持咒指南的道经篇 我们之前说佛经里面有佛法僧三宝 那从中间的法呢就指广义的佛经 那道家里面有没有呢?有 那道家归一的是道经师三宝 中间就很清楚的一个经宝 这是我们所说的道经 那道经呢它其实包含很多 它指的就是我们现存的道杖 现存的道杖那成书大概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那道杖呢有分三宝四辅十二类 一共有5480多卷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至于里面是怎么细分的 我也不赘述了 大家可以搜网上有些资料是可以搜到的 那在道家里面呢是道为本 法为体 数为用 所以其实道经依然是我们的根本 如果大家有归一的道家的话呢 会收到那个早晚课的一本小本本 因为我现在在外面就没有拿那个给大家示范 那在太上悬门功课经的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第一句就是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修道的人一定要以经书作为你的修道的敲本砖 那修先之路了一定呢要经过诵经 讽经和诵经和诵咒作为你的路途 这就说明了在道家里面啊 诵经持咒的一个重要性 那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呢 诵经也是作为修行的一个功课 那所以为什么就是每一个修行者都会给自己安排 比方说道家最简单的 就是你归一了之后给你早晚课 早上会送清净经 晚课会送救苦经啊 那就是其他的时间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安排的 那其实佛家也会有啊 佛家也是早课晚课 他会分单日和双日诵读的功课不一样 那在道家里面也是会有的特定的时期 也会送不同的经咒 也会有不同的摘教法会这样子 就像最近茅山的罗天大教 就是大家关注很多对吧 所以呢无论是修什么 你的经典我们所说的这些经宝啊 都是大家一个修法的一个依据 无论你是想要诵经还是听经还是阅览 都是OK的啊 一定要去保持自己的这个修行的一个心 那在道经上面啊 大家在网上应该是搜到很多音频的 大家可以听到八大神咒啊 或者是清清经等等的一些音频 那听音频呢 还有阅览经书都是我们平时可以做的事情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如果大家要进行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保持你的环境是整洁的 就是不要有太多不干净的磁场干扰你的 然后保持身心的静洁啊 保持身体的整洁 这些事情做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听或者是说去阅览经书啊 一定要端坐啊 其实因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诸天神仙都会看着 所以大家一定要端正自己啊 那我们怎么去抄写呢 抄写的话其实也不难 大家可以在网上请到 或者是在道观里面请到一些白妙本啊 跟着在上面写就可以了 那里面呢 一般来讲会有一个完整的仪轨 一般前面会有八大神咒啊 然后开金啊 然后中间就是正文啊 结果就是一些报告啊 还有回向等等的 抄写的话呢 大家在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要在一个比较安静 没有过多复杂磁场干扰的环境下 准备好之后呢 然后还有自身的整洁 可以去洗手漱口啊 或者是刷个牙啊等等的 因为有时候你抄写的时候 念诵出来呢 会更好一点 那就一边抄一边念诵嘛 然后有条件的话 可以点一支沉香啊 那道家点沉香 佛家点檀香 我们可以点一支沉香 点完香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抄写前面的准备部分 一般呢会有八大神咒 这个大家是可以念出来的啊 八大神咒包括哪些呢 就是静心神咒 静口神咒 静生神咒 静土地神咒 静天地神咒 然后珠香神咒 金光神咒 还有玄运咒 一般玄运咒就是为了开金的 那这些前面就是一些开金的部分 有些他的仪轨会把一些保告放在前面 其实也可以 那接下来呢 就是正文的部分 抄完正文之后呢 一般会有些保告 比方说 预行保告啊 上行保告啊 太行保告啊 这些 然后保告之后呢 一般会有一个土地咒 接下来呢 还会有一些赞啊 还有回向啊 那道家的静管里面也是有三皈依的 因为道家他的回向文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但是整一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抄写的话呢 一定要自己工整啊 用什么本子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那种 没有请到白描的那种金书 你用自己的本子抄写也可以 如果你抄完之后 就上网可以买一个包金布 包起来 放在房间的比较高处的地方啊 不要让他见到裸体啊 不要碰水啊 不要碰到脏屋 这些东西 那你抄完整个之后 你可以送去道观里面 让师傅帮你去处理 那你自己呢 就不要去做一些什么烧毁金书 这些事情 你就把它送到道观里面去就OK了 抄写完之后呢 就可以送到道观里面去 那接下来就是念诵的部分 那念诵的这部分呢 非常的重要 无论你是住观道士 还是在家居士 诵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那诵读之前要准备什么呢 首先你心理上要做好准备 要尽心 那在我们的学门早晚课里面呢 他前面也会有一个指示 指示里面他就会说明白说 凡诵经者切须斋戒 严整一贯全心定器 扣持眼阴 然后朗诵 圣物轻慢 交谈皆语 物在端速念念无为 随愿导住 自然感应 先念不需 后诵奏章 那有些时候呢 就大家会说 是不是需要 一定需要过经了之后 才念诵呢 但是如果大家去皈依的话 其实也会有一个过经 如果没有这个仪式的话呢 你去请的一些经文 如果有拼音的话呢 算是最好了 那像我给大家分享电子版里面呢 其实我会专门提前去注好的音 因为有些字 他是用古音的 而且生辟字多音字等等呢 我都会给大家注好 其实这种经书 大家只要去跟着念诵就可以了 但是在你念诵之前 我依然是建议说 你把全文通读一遍 就是因为有些字眼 你可能自己确实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就用铅笔在旁边注好这个字的音 就方便自己读诵的时候 不要太多的错漏 就是通读一遍 然后阅览全文 这是在准备之前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开始念诵 如果大家有手上有早晚课的话 就根据早晚课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是某一些单一的经文的话 那可以根据我以下的一个基本流程来 当然最终的还是根据你手上的一本经书的一个遗轨来 因为我们的八大神咒里面也有助香神咒 所以我们这时候是可以点一支承香 接下来我们首先一开始 就是会还是会念八大神咒 八大神咒结束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我们的报告 或者说是一些赞等等的 然后接下来就会是证文 那证文部分呢怎么去分呢 它会有个标题 一般就会有个标题 比方说太上老君常说清静经 那因为道经它相对比较短 就一次的早晚课会有非常多的一个经文 但是有一些单篇就比较长的 比方说像玉书宝经啊 那就只送一篇也OK 证文结束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报告 因为每一个我们念诵的经文 它所对应的神仙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对应不同的一些报告 那比方说有一些像玉书宝经 我们就会对应雷书宝告 像三观经我们就会对应天地水三观的宝告 然后像北斗经我们就会对应的 北斗宝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宝告 那宝告呢就是赞颂我们所谈到的经文里面的这些神仙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赞 还有各种不同的回向文跟皈依 那整一个宋读的流程结束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回向 就是比方说我想把这些宋经的功德回向给那些特定的人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啊等等的都可以啊 那就是整一个宋读的流程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分享过 我平时会诵读的一些道经的一个电子版 因为如果大家去想要早晚课的话 去道观里面请应该是可以的 尤其是皈依了的小伙伴是可以去请到早晚课的 那大家就根据自己手上有的这些完整仪诡去念就可以了啊 那最好啊如果最简单的一个流程 其实就是八大神咒 然后加正文 然后再加一个宝告 就是对应的神仙的宝告 然后再加一个回向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道教念经的仪轨 所以其实很多人平时会念只是没有去回向 也没有提前去做好 其实敬念的这些神咒啊 还有包括佛经的这些进口业证言等等的 其实是为了让你定心设念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去做这些事情啊 去端正反观自我啊 那道经跟佛经一样 也不要去太过迷信一些经文的一些作用 你最重要的还是要从经文里面去反观自己 去学习里面带给你的知识 让你去运用到你的实际生活中 这才是你阅读经文等等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接下来我就会分享一些 我比较经常会阅览啊 宋卢啊等等的一些文章 那首先第一个一定是道德经 因为道德经呢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著 那可能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 理解不了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总体来讲就是你要从一个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万事万物 其实你要学会从各个不同的人的立场 各个万物上面的立场去看待一个事情 从全面去看待 就是换到不同的位置上面去看待一个事情 这样子会方便你理解事物的全貌 那事情呢不仅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 还要看事物的流动发展的方向 那这就是道德经里面讲到的 要用一个动态的目光去观照所有的事物 还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测事物的一个发展 那要多读多去理解啊 慢慢的去看啊 然后因为它值得你用一生慢慢去体会这本经书 那第二步呢就是清静经 那清静经是放在所有经典里面都是建议大家去诵读的 那清静经呢它是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什么叫做道 那它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人能常清静天地细节归 就是没人只要做好自己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清静 那怎么去做呢 就是那些把那些欲望啊 把那些不好的念头啊 然后把它化掉 然后每个人有这么清静的一份心态呢 自然就会吃它最好的样子 那我感觉它其实跟心经有一点点像啊 那佛教心经有点像 大家也可以多去理解一下 第三步呢我经常会读的就是英福经 那英福经的传说是皇帝所作啊 里面描写了天地万物运行的一个规则 那人如果是顺应规则去走就能发挥人最大的主观的弄性 但是你要先知道什么是天地规则以及人要怎么去遵守天地规则 那还有呢就是我推过大家就让大家在雷摘月去诵读的欲书宝经 它是适合在雷摘月以及命犯神煞等等的这些时候去诵读的 因为里面去描写了就是说什么人会犯什么样的神煞 然后所以你去诵读的话 雷祖呢就会去保佑你 而且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要你一念九天一元雷生普华天尊 雷祖一定到你的身边去保护你啊 只要你平时多诵读欲书宝经呢 就会有一个作用啊 就是雷祖一定会来护持你 那修雷法的人呢就特别需要去读欲书宝经 那接下来我比较推荐人念的 还有贝豆经跟三观经 那这两部经常在经术里面是连在一起的 贝豆经是求自身平安家宅康宁的 还有犯太岁的时候会经常念 因为贝豆经他说的是天上贝豆七星啊 去照耀你啊 就是护持你的 那星辰不顺的时候就可以念贝豆经 很多居士会喜欢把贝豆经请到家里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护持家人平安 那三观宝经呢也有类似的作用 但是三观宝经说的天地水三观 就在上元节中元节跟下元节 诞成的三位先官的一部经文 所以呢这部经文就适合在上元节中元节跟下元节说了 赞颂这三位神官 那让他们保佑我们平安 那为什么说这两部经文经常会放在一起呢 因为你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天官解天恶 地官解地恶 水官解水恶 北斗解一切恶 所以这两部经文其实就是为了消灾解恶的保平安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时时去念诵 回向给那些你希望护持他们平安健康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也会经常抽时间去念诵的一定是早晚课 那其实早晚课呢 根据你拜师的门派的不一样 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出入 就里面的一些经文 或者是说前面的一些神咒啊等等的 报告啊等等会稍微有一点的出入 那其实问题不大 就看你皈依的哪个地方吧 然后里面会包含非常多的经文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报告啊 那在那个早晚课里面 所以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要多去理解里面的一些意思 那里面还有一篇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丘主忏悔文 就是跟佛教里面的33佛 88佛的大忏悔文一样 它是为了让你去忏悔过往的业障的 而且同时它的作用是我要去发愿 让当天神仙都能体会到我的忏悔之心 我向他们发愿 我以后不会再做这些 不会再犯这些业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最后我再推荐一本经书 大家可能这个门槛稍微有一点点高 大家可能在前面那些经文去体会完之后再读这个 就是杜仁经 杜仁经里面呢 就讲的道教里面天的样子 因为佛经里面的天是婆罗门的天 那它跟道教的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杜仁经里面就讲的是道教里面的天 它就是描述的一个道教的宇宙 当然在大家还没有能够体会到杜仁经这部经文之前呢 其实读一下也可以 它有点长 不一定要去诵 你可以阅读也可以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大家可以去阅览啊 或者诵读的一些经文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常用大家可以念到的咒 第一个一定是八大神咒 因为八大神咒是入道的根基 那你可以单独拎一些出来去念诵去背 比方我们经常说的精光神咒 精光神咒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念 八大神咒是普传的 那精光神咒还有禁天地神咒 这是两个最常用的 那平时我们在做一些 就是要定心设念的时候 可以念进口神咒啊 然后像进身神咒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去 体会自己 亲近自己的一个咒语 其实咒语最重要的作用 依然是定心设念啊 那还有一个经常大家可以用到的是 如果你家里有就土地公公的话 上下的时候可以念一个 那精光神咒是护词保护自己的 平时如果能够背下来 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念精光神咒可以保护你 可以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磁场啊 那其他的一些咒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随便去念的 因为有些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密传 如果你有师父 师父说可以念 那你就念 如果不是的话 尽量就是念八大神咒就OK了 我之前讲过 如果大家遇到一些事情害怕的话 可以念十字天经 就是九天应援 雷声普化天尊 就是我们雷祖的圣号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玉书宝经里面已经讲了 只要你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 一念雷祖的圣号 他一定会来你身边护持你 只要你心里够沉啊就可以啊 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那最后呢 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端正啊 端正自己的心啊 因为念经呢 他不是念给诸天菩萨 诸天神仙听的是念给你自己听的 你要从文章里面去学到一些道理 反观自己啊 用到自己的身上啊 你不要去神话一些经文的作用啊 他告诉人是一些宇宙运行的规则 告诉你一些因果 告诉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他最重要是告诫你 你要时常去忏悔自己 去给自己积累福报啊 这些才是我们念经最重要的目的 那道经呢 还有就是女孩子在特殊时期 是不建议念道经的 那还有就是在物日的时候 是不念经文的啊 就是物日不朝真 这是一个道教里面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那物质会分明物跟暗物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 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 会有个完整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我也会每一年 更新在我朋友圈的置顶里面 大家可以去查看 那经文呢 还是建议大家要多读多理解 如果呢有条件的话 每天去坚持做功课 那道经呢 那他基本都是中文字啊 都中文 所以他没有不缺真言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吞音的状况啊 那所以大家就正常 正常的念 正常的词诵 正常的回向就OK了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可以去关注我同名的小宇宙 播客号啊 里面就会更新 我平时去念诵那些经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一的流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是私信我去留言啊 那我会在第三部分答疑的部分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读 希望我讲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这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